现在同学遇到状况 他说老师我要取 我要分析一下 这边会员里面 五年级升到底有多少 六年级升 七年级升到哪些比例是最高的 这个地方比例 所以我需要 如果你要做出利用枢纽分析表 做资料 你第一个一定要有个栏位 叫做年次 如果你没有年次这个栏位的话 那当然你要做报表 你根本没有这个栏位 你要怎么做 所以我们要先产生年次 好 那年次有没有 这个增加一个栏位 那一样 颜色我如果把这边用复制格式填过来 就是年次 那这边就需要什么 70年次 66年次 75年次 但问题来了 你想说老师这个我会 超函数用什么 用laps 有没有 laps要几个字 两个字 刚刚好就是几年次 这个资料 几年次 两个字 按确定 嗯 想说 奇怪 29 怎么这些东西 完全跟我看到的 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 其实它里面放的资料 不是你看到的 你说老师 是这个吗 其实也不是 按右键 你可以把它打为原型 它里面的资料 实际上就通用格式 其实它放着这些 29846 那你想说这怎么来的 其实这个日期 其实在官方的说法里面 是跟1900年的1月1号这一天比较日期相差几天的意思 也就是刚刚它的生日 was to say 和1900年的1月1号比完 差了29846天 也就是如果你假设在这边输入1900 斜线1月1号的话 那你再把它改成按右键出售格式 改成什么 改成通用格式的话 它就变成1了 ok 那如果你输入18990的话 1月1号要怎么样 它就会负的吗 其实我没有试过 我想说190年1月1号以前呢 对 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我是没试过 1900年 那如果1800年呢 不过其实它不是要做历史资料 所以它不会去管这些东西 ok 所以你会看到它好像马上变文字 如果你把它按右键出售格式的话 它应该也不会生肖 因为没有这个日期 因为它不 那个不是它的诉求 ok 那应该知道这意思吧 所以我们要取得实际上的东西的话 跟各位讲一几个方法 一请你怎么样 我先把它复原一下 一请你把这个什么 它的格式 所以总共如果你要把它真的转换成 这个你看到的 第一步 先把滑鼠右键 找到存在的格式 二的话制定 制定完之后 请你把这一串 复制一下 贴到哪里呢 特别之后你就贴到 test函数的第二个参数 formate test里面 但是记得前话加双号 ok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复制 一请你先复制这个格式 二的话呢 请你再怎么样呢 我先把它删掉一下 把这边插入函数 用什么呢 用那个test函数 最近使用过 test 然后呢 这个value就给它 这个 它的日期 formate test就是我们刚刚双号两个 移到中间 把刚刚不是有复制 把刚刚那个东西贴上就可以了 那贴上你想说 老师那上面什么意思 不用管 不重要 贴上就对了 重点是说 我们要真的把它变成我们看到的 ok 那看到就是什么 70911 按确定 就出来了 第二步的话 你再把这个公式 剪下来 或者是前面加一个laps 我直接加一个laps 前面加一个laps 钱光阿弧 如果我要取两个字的话 d0.2就可以了 打个勾 70就出现了 然后下下填满 就大功高成了 ok 应该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吧 那如果你要拿来统计的话 就才可以统计 但是呢 这个还没结束 因为test是文字 对不对 如果你是文字的话 如果你假如要统计 比如说50年次 60年次 其实这个都数字 文字跟数字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统计的话 也会失败 那我怎么知道说 他这个资料 是文字资料 各位没有发现 他是靠左 还是靠右对齐 靠左 对不对 如果靠左一定是文字 那我一定要让他靠右 再来统计 就不会出错 他怎么统计 特别是说 你可以在外面包一个什么 刚刚讲过的 你要把文字 转换为数字 怎么做 外面再加一个什么 value 有没有 这边就出现了 value把它包起来 前刮鼓有没有 再一个后刮鼓 打个勾 有没有发现 打勾之后 他怎么样 马上靠右对齐 因为他就变一个数字了 那你如果数字之后的话 那你就可以直接来看到 你的年次 如果年次做出来之后 你可以在ctrl shift 向右向下 假设说你要插入一个什么 枢纽分析表 比如说分析 我的会员里面 五年级生 六年级生 七年级生 哪个范围最多的话 那你可以先把范围选起来 用插入枢纽分析 应该会有用过吧 枢纽分析表 那你可以把什么 刚刚那个年次 拖拉到这里 列的部分 把值也拖拉到那个什么 年次 那他预设是加种 只要是碰到数字就加种 可是我不是要加种 我是要算几个 改成项目各处 那他这边就算出58年次一个 59一个 但是你想说老师 可是我不是要个别的 我是要50到59一个group 所以你最后可以 在这边按右键 把它组成群组 然后呢 其实就是50到59 结束的话到79 就是50到59 60到69 70到79 那间隔是多少 间隔10 按确定 统计出来 最多是多少 就是什么 就是70年次的 有没有 那当然以后的话 甚至你可以做一个图的话 你可以甚至可以做一个圆笔图 按确定就好 图就统计出来 马上告诉我们 哪一个最多 就是这个最多 有没有 这个拉 应该拉个人 就是直接可以 把其中一个项目呢 把它这个拉出来 让他有没有 看得出来 最多就是什么 70年次的 60年次也还蛮多的 最少就50年次的 就可以马上做出结果 但是特别注意哦 刚刚的这个资料 如果你假设没有外面包一个value 你是做不出要的结果 这里的话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这部分 所以刚刚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取得年次 一 请你在旁边加个年次栏位 二 先把生日的格式按滑入右键 出现的格式 把里面的那个什么 制定的那个公式复制起来 直接贴到那个test里面的format test 就OK了 这个还蛮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不会这一招 就真的以后你看到什么 你就抓不到什么 因为它背后都是一堆的格式 其实它不是你表面上看到的 所以你怎么抓就抓不到东西 OK 用这一招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这个可能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问的问题 都是跟这有关系 主要他不知道有test函数这回事 OK 那请各位把这部分完成 那因为这边的场地 时间是用到那个四点的五十分 所以还有两分钟时间 所以今天的话 应该非常紧凑 那我们也许就开个头 后面如果各位还有兴趣的话 那不就是动物的推广部 如果想要试 要不然如果各位没有时间 你可以到YouTube我的频道上面 也有相关的教学 刚刚讲的东西算是Label最低的 但它最高的也蛮多的 所以如果你对于后面 假设一些自动化处理 希望一键就可以完成 一天所有的事情的话 是绝对办得到的 OK 那我想今天的话 我们就先到这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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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